有關這個粉嶺居風球場 是要收回半土地去建屋 這個爭議 討論 諮詢過程 其實全部過了 花了很多年時間 基本上得出一個結論 其實政府相關官員都順勢担大 定而已 就不會改 Οゆ 突然之間有有點的 不 그런데移動 但是起碼是保持著的情況 真是可以看到 一個新的微秘的轉變 講到了北部都會的計畫 所以刚才我们读完《明报》、《星岛社评》 都各自有各自的立论 不过《明报》就更加援引了新加坡 都收回马场地来建屋 这就表现了政府是体贴 这个民生问题、建屋问题是大一切 这就看到政府的取态 香港的形势就比较更复杂一些 我自己不是单独事件 我回看过去的过几星期 似乎是上演一场大龙凤 最早是关于高球场的过几星期 是粉岭高尔夫球会发布消息 重用了很多公关顾问去做 就是说沙特阿拉伯国沙特亚美石油集团 会在10月在香港粉岭高尔夫球会 有一个世界性很大型的高球赛 当时他们宣布了这个项目的时候 就是政府不应该收回这个粉岭高球场的用地 然后接着没有机会 三四天左右 如果我没有记错 就是政府将部分土地用途改为代用 喂 不是过了吗 不是说建屋的 为什么无端端变为代用 他又一连串解释 要等重新规划草图 符合环平的报告 又怎样建筑处应该怎么做 要出草图来 当时大家都摸不着头脑 为什么代用 是不是有变 仍然是用忧虑 好了 多配合 真的很多方面 乡又配合 高尔夫后配合 官又配合 乡怎样配合 昨天刘叶强 刘叶强刚刚坐正点的位置 因为选完了 乡议局主席刘叶强就说 喂 不是啊 附近丙岡 丙岡是一个村 在那里 比如你收那里用地 在那里建 我帮你计算 建多少层高 你就会有12000个单位 这么巧又是12000个单位 不过这样 你要收地 收地要付钱 那些收地的 乡亲父老味 笑着害颜开 再说回沙特亚美 这个很特别 这个到了国际的新的形势 中国今天是全面 希望开拓中东市场 中东也是特区政府 很希望重点开拓市场 之前不是带了一群 大MASA的诸人士去 为什么这么重要 因为那是中东财团 参与一个大赛 如果那些是 美国戈尔夫高楼大赛 这个就不用怎么看的 如果中东财团 这个就是我们可能未来一个很重要的贸易伙伴 甚至一个政治伙伴 这个一定要看的问题 去到这么大的前提 对政府一个小小的发展局长 你说得很清楚 几月前说 一定起的 我们不会改的 现在 这里好像有些技术问题 哎呀 这些技术问题 说了几年 什么都过了 为什么现在又要hold住呢 这个时间多巧妙 我相信粉岭高尔夫球会 是极力争取沙特亚美石油集团 举办 举办的日期 就是秒到豪顛 是十月 但是那个粉岭高尔夫球会 它的用地在8月31日就交出来 9月就是公共财产来的 其实一定都有公共财产 你只不过用很便宜的 租来就比 好了各位老总真是厉害 沙特阿拉伯 是中国争取笼络的 是中东地带的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实际上都走得很迫 不只是香港代表团去的 习近平都去的 你想想 现在变成一个政治形势 哇 你看特区政府看眉头 多厉害 立刻代用 这个土地代用 真是刮你一把 新加坡收回马场 马场有200年历史 他说用的人数越来越少 最新的起码有5000人用 5000人用都收回 高尔夫球会 每一场大型的活动 你和我数下有多少人用 新加坡政府 你不能不服人家 你是不是那个马场地 是真的没了它不行呢 我们用来建屋呢 这个形象工程 我以民生为重 我们多重视这个老百姓的住屋问题 香港就很特别的 另一方面 升岛提出的论据就是这样 其实升岛一直在这方面打头阵 放气球 就是他的 北部都会区 有3000多的工地 土地落成 开发到 高尔夫球会有这么多东西 是9.54公顷 不成比例 你为什么 牺牲这个高尔夫后场 你割了出来就起不回了 还有你到处建了公屋 你那里还是什么贵重地呢 那是不是形势不同了 还是要重新思考呢 在特区政府里面 从来都不用一个字眼 就是因为很多人走了移民 没有探讨 或者没有公开去探讨 或者公开去说 有探讨的结果就是 还需要这么多屋呢 那些人都走了这么多了 你去搞这么多交易 人工赌 北部都会区 加上你起了出来之后 那些人陆陆续续走 你看今天那些总商会的报告 总商会是说缺人才 中小企当中 走的人 是占了七成是因为移民 这都是香港 真是那些中楼底柱 未去到什么领袖 但在香港最实看的一帮人士 我们过去猛港 都说过 你这么多土地 这么多楼有没有人住 现在很现实 香港过去 多年来在金融中心 商人中心 香港大家知道 楼价最贵的 楼价贵不是家里贵的 那些甲级写楼是全世界最贵的 还有一个楼价贵是难求的 很难争取到中环的甲级楼 现在怎样 现在刁空了 长江中心 现在真是在中银旁边的 25%的空置率 为什么特别提长江中心 成哥是很懂得计算 而且他不会令到手上的东西 没有用到尽 喂 有25% 其实他不算少了 未来更糟糕 香港因为早期卖地 卖了那些 现在在这几年之间 会继续落成 推出楼面面积多到 刚才我读信保的新闻 是一千万平方尺 怎能吃得了 数字又比较 刚才明报就用新加坡收回马牆 这个是形象工程胜过一切 另一方面 新加坡其实都抢了香港 很多企业的生意 很多人移到新加坡 新加坡最近也面对一个问题 香港的概念 就是写字楼的租金太贵了 也有很多人说 太贵了 我们想不想一个呢 但新加坡写字楼的租金衰贵 比香港人家的空置率4.6% 香港呢 14.7% 差几年 尾数 尾数 那些是很重要的 罪财很重要的 以前我做杂志 来之后 我们想不怕竞争 越多人出来做 是搞黄的事 你新加坡的租金贵 贵有贵 有很多人来的时候 那我生意回来了 大把其他的商业伙伴 或者其他的行业 都在这涌到市场那么旺的时候 那我赚到租金算得什么 你看香港这个真是每放月下 2018年我们写出来的空置率2% 2% 哇 你可以看到短短几年 我们sir内 双米数字 以前你想进去租交易港厂 长江中心 你真是 不用须 他審核过你 我要什么企业进来才租给你 财身家财底细台资产 你排队了 很多东西 你今时今日 你看见 很简单 我们要目测 你夜晚黄昏时候 走去华登初上 然后灯火栏山柱 你会看到不是唱歌 你看到香港那个成衰 就从这些甲级核流的灯光 可以看到一意 香港最飞黄藤大的时候 那些人就说 一个商业中心区不够 于是就有东九龙的商业中心区 就是启德那块新的用地 好了 接着林郑月娥提出 发展这个北部都会区 都是在说 在北部都会 都会当然是另一个商业区 商业中心 哇 现在 如果未来真的有三个 那些楼面面积 怎么解决 我们讲给香港的有趣 你刚才看诚哥 无保不落的 跟诚哥投资就一定赢了 又有几个大妈 四叔 四叔是中环大好友 是啊 国舍兄弟九龙大好友 他买了油谷前面的大堂地 那个啤酒罐 你经常在花圆道走下去看到 那个位置相当好 现在的乘租率是怎样的 之前香港 未落成的全部入了 入了紫径 霸在最好的位置 我要贵 不要紧要 我要海景 我要几层 要风水 要幸福武马 刚才我说未来几年是一千万平方尺 他这个已经占了一百万平方尺 一百万平方尺 他那洞 只是他那洞 可以看到 之前香港盖了二十多年的荣景 很大程度 香港很多甲车流 很多中资 带手掃房 没得谈 现在看见国内的经济形势 你刚才读经济社评论 现在等待中央出重招 稳住住房 是的 现在信报说 这个甲骨社字头 也说上海徐家汇 都很大件事 中国都面对它经济的内忧外环 这都是不争之论 所以很多中资 都要班师回潮 班水回潮 所以香港这纯粹是一个事实的陈述 我们其实都希望香港继续稳定繁荣 大家可以安安乐 但我们要面对现实才可以 不要做那些大白仗 还有想想多一些现实社会上需要的东西 现在国家安全铺天盖地移动 国家安全已经变成一个口头线的时候 都挺恐怖的 所以说到利弊得失和福 每个事情都要包含一些因素 但这个违政者有智慧 就是如何衡量得失利弊 知所进退 知道什么福什么和 你发觉如果你把这个重点错配了 你发觉本来一件好事就令到它变成坏事 那些不是太坏事 比它更加坏 你发觉有些近期 特别的几天 我们经常说香港在一个哀伤城市 哀伤城很需要我们的重要的意见领袖 我们正确定出来真的有个安抚人心的一些说话 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领袖有同理心 是明白到市民那几天的哀伤在哪里 但是李家超出来就着这些悲剧 说了三次公开讲话 都是说他将一个寄望 寄望在一个检讨委员会 昨天稍微好些 大家帮一下看看身边的人 但是感觉很官僚 不过权康文 除了李家超 现在有哪个官员具备 大家都认同他这个官员有 似个父母官有同理心他说话 很有真情流露 有些感觉有哪位呢 我真的数不出了 我认识的所谓高官的朋友 他很忙学习一些政治语言 用政治 因为在很多场合他说要交代 早前权哥放假 我和郭明有一天都讲 这个工具商的问题 就是一个工具理论 现在政国官员的工具商 只有马锤 只有马锤 就是扔下去 你没有士巴勒 你没有螺丝批 你没有润滑剂 你没有令到 只有一个工具 应付香港这么复杂的 写问题 你就只有一招 一招就是禁 禁 禁 是不是对香港的发展好呢 越禁 是越缩 越缩 是一个香港 可能形神区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成绩订购支持 亦